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今集就為大家看看新加坡那邊的防疫政策 因為那邊現在實施了防疫躺平,所以就看看那邊現在搞成怎樣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根據聯合早報報導,新加坡同11個國家進行疫苗接種者旅遊走廊計劃,簡稱VTL 開通完後每日最多有3000名旅客通過計劃入境新加坡 交易部部長易華人9號在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記者會透露,VTL擴大到加拿大 丹麥、法國、意大利、荷蘭、西班牙、英國及美國,來自8個歐美國家旅客 就可以於今個月19號起通過VTL計劃入境新加坡,新加坡與韓國8號起達成協議,11月15日會聯合開通計劃 同時新加坡與德國還有汶萊的VTL計劃在上個月8號已經開通,多多已經 現在已有近2000名旅客,易華人表示來自11個國家旅客佔了機場疫情前每年入境旅客人次大約10% 這些國家屬於新加坡20大交易夥伴,對新加坡有顯著投資、強大業務及較大的社群 所以可以盡早恢復同這些國家的限接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初期階段,新加坡每日允許多達2500名旅客在來自9個新宣布VTL計劃的旅客入境 加上目前德國及汶萊計劃每日會有多達3000名旅客 可以透過這個計劃到訪新加坡,對比起疫情前當然相距甚遠 但對重開邊境方面是顯著一步值得嘗試,亦對恢復及重新建立新加坡 作為銜接全球的國際航空輸入地位至關重要 同時,亦華人亦是重申,新加坡希望與更多國家恢復區域安全,無需隔離雙向旅遊 多個討論現在在談,新加坡將會確保所有利益相關者,有時間適應及落實流程, 同在保障公眾安全之際,亦可逐漸有信心擴大計劃。 雖然新加坡現在最新的單日確診數有3500人, 但現在都有不少國家開始走向與病毒共存的這條路, 現在新加坡計劃擴大到與11個國家互通, 我相信應該有計算過數才會這樣做, 可能現在共存一段時間後, 新加坡覺得病毒可能仍在控制範圍內, 希望新加坡今次與病毒共存的計劃可以成功。 如果真是成功了, 越來越多國家,我相信對環球經濟來說應該可以恢復得很快。 今集就為大家睇到這裏先了, 你們覺得在防疫上應該是要做共存還是清零呢? 大家有什麼想說就在下面留言, 我們下集再見吧,拜拜!